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善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我人得受持 愿解如来遵循 法师丢不败 大家好,我们感慨 和彼佛 我们看到劝化佛提心 我们要下一学期的配访 这个学佛三类 可能要登庭一下 请这个青少华 帮我们请购课馆 到时候再登基 我们看到189言 我们之前提到了念报众生恩 还有报告的念佛恩 师长恩、父母恩、师祖恩 今天开始要谈的是念报 这个痛恋生死 痛恋生死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雄形的一个因缘 好,我们来看 上个礼拜 186台名 这样的台名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一些笔 先看183一刻 183一刻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论 他说心无常准 夜双脚 而除于奔驰 身无定行 四房乌 而平平千土 他比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上一来 他你都要来过 他把我们这个身体 比例就像堂子一样 时常的这个前来千聚 大千成点 南求满坛之身 他说三千大千世界 重来这么多 也难得怎么样 属出我们这个 这个进出 这个大千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世来奔鱿 奔鱿 熟记别里之类 说来这个身体死别 人身无常 这个整个过程 和鱼鱼骨 过饼崇山 茫茫凭湿 多于大地 谈我们这个轮回生死 这么久 一谈 这个 所堆积的 所堆积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尸骨 很多很多的意思 这在谈这个 生死无常的意思 然后相识 不闻若语 假如呢 我们没有听到佛法的话 此事虽见 此事的谁见谁有 像这样的道理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 所以 我也见佛经 没有听到佛经 没有亲近佛法 此灵 焉知焉虎 这个 虽然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知道 是因为有善知识 至少是哪 有佛法的一个提醒 能够让我们清楚明白 那翻过来 看到180元 因为这是在 痛念真实的一个案 这是一个观省 这是从观省的一个角度 从观省的角度 谈到这个前身 是现在 温柔转的一个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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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们这个前身 我们现在 提到呢 假如我们现在呢 还贪恋的前身 贪恋的过去 在贪恋的过去呢 怎么样 指控的吗 万节千身啊 一错百错 那他那个过去 一错再错 一错百错 这个人生难忍啊 而欲失啊 我们这身体啊 这个 得来不利啊 你看 这个六道众生当中 得以为人啊 这是最少的啊 人类为天神的 所向往的一样啊 我们都还在羡慕的天神啊 其实天神很羡慕的我们 为什么 他们的生活 太安逸了 生活呢 就是很快乐 可是往往在这么安逸 快乐的环境当中 怎么办 万事了修行这一件事情 佛在说法的时候 他们也会来听法 在听我们说法 当下都很开心 也很高兴 也很发誓 但一回到了天宫呢 就什么都忘了 为什么 这个环境太好了 提不起什么 悼心啊 所以他其实蛮像 蛮像 在这个仁天 因为仁天 有三种 三个殊胜的地方 是胜过他们的 一个是犯恨 意念 还有荣亡 这是在人才有的 这佛在阿罕经里面都有特别强调的 这佛在阿罕经里面都有特别强调的 天人呢 就色戒天乃至无色戒天 福报很大 寿命也很长 失一得一 要想什么有什么 可是呢 在色戒天乃至无色戒天 他们都找不到这个 有什么 犯恨啊 有什么 五百天 有会捞起身 乌干 乌得到 旺的修行 旺的修行 旺的修行确实是这样 意念 他们很容易都忘了 佛在说法的时候 他们也来听法 天龙化佛 有人非人等 有天神 都听完佛法 听了当下很开心 回去呢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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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 我们或许会忘了 但至少我们啊 我们还可以意念起来 他们是 联想联回想起来 都没有 以我们现在的 这个医学来讲 可能有一种失忆症 记得起来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 回忆起这个 在佛前所听的法 意念不起 永恒更不用说了 因为这个天人 一旦这个 这个五向衰 这个五衰向蟹前的时候 大概整整七天就有我们 在这个人间的时间 大概七天的时间 就什么 这个就死亡了 那 在他们天人是一刹那的时间 所以怎么办 我们静静去面对呢 是极为困难的 极为困难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解 所以 这个得此人生啊 一失人生啊 万劫难过的道理 是我们必须去了解 在六道众生当中 维持人道最难得 而人道难得 当初 有很多六根句子 更加难得 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六根句子 又能够得以怎么样 归三宝 归三宝之后 又能够逆于正法的修行 逆于正法修行 又能够获得解脱 极为困难 极为少 真的很少 那 这么多的众生当中 佛陀在世 顶多啊 因为我们现在人口 将近有六十亿吧 我们以减半来谈 再两千多的 我们以三十亿的人口来说 好不好 三十亿来吧 不用三十 二十亿也可以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时候 佛陀在世 跟随在佛陀身边的 才有多少啊 一千两百五十二 是不是 容不容忍 我们在 这个二十亿当中 或者三十亿当中 一千两百五十位 在座的可能 有菩萨的我不知道 但我也很清楚 我不是那一位 一千多把我转了 我怪我 我是在两千多年后的 现在 才可以听到佛法 你看 那我只抱一抱 差一个 就差一个了 这个人生啊 要得到 要得到 能够在 跟佛同一时间 又可以清静佛 听法 不多了 你看最多的八千比丘 你们在送钥匙 探的时候 有没有 欧难尊者 八千比丘 有没有 挺多 八千 那一万 二十亿当中的一万 很少 各位 很少 好 我们离佛越远 我们接近正法 正之间的培养 是极为困难 是更加困难 绝对不会更容易 绝对不会更容易 所以喜丹大师呢 他是清朝人 比我们更早了两百年 两百多年 可是他就意味到了 他讲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 很清楚明白 告诉我们 此人生是六道当中作为难的 而得到人生之难的是 又能听到佛 又能够听到佛法 你看我们现在六十亿人口当中 学佛者才多少人啊 六十亿当中 我们学佛的人啊 你看整个中国大陆有十四亿人口 他说学佛者啊 恐怕一两亿也不大 真的确实不多啊 他们很多是无神论的 共产党本身就是一种 比较无神论的一个思想 是很少很少 我们台湾两千三百多位 号称佛定子有六百万 真正在依佛法真正在用通修行 大概六百万大概有六分之一千 很了不起的 因为走来走去看一看都是这些老面孔 极有困难 极有困难 这是从这种思维上 来让我们做一个了解 那我们来 虽然人生难得 但是很容易就怎么办 失去了一旦造业 人生万劫难复 一世人生万劫难复 良食易往何何难追 那好的时间 好的时光 很容易就只能消失了 追又追不回 尤其我最近的一个感受 很多老人家的老儿上 哎呀看到我都笑领家 后 老儿上笑领家后 他就在开始讲那个历史 他在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做什么事 他讲了一大部分 他说好像都是昨天才发生的 那这怎么办 回头一看 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了 他就在告诉我们那种 时间啊 很容易就消失了 回头去找 对啊 这从跟那些老修行者的 一个互动过程当中 我们才更加的去体会到 他们所说的每一句 会都是从心里面靠住我们 其实不是 就是自己这个捏到出来 那种心情很真 很真 粮食欲网 人难追 道路明明 别领长久 三途二道 还字缩之 一世人生 这个很容易 没有福报的时候 来隆盾 入山入道 所以 痛不可言 谁当你像蛋 没有人可以替代的 所以 语言极齿 心言极齿 这个 能不寒心吧 上个礼拜 我今天是谈到这里 行人大事 在告诉我们 他在为当时的比丘 之中弟子 你知道 在提醒 在不用空 一世人生万劫难复的 那时候看到整个佛教 可以说是颓废 真的是颓废 这个是 他痛恶甚至 你才会用空 这个 我们今天来佛法 佛教修行 绝对不是 不是为了内心的感受 不是 心情好坏 就不得了 你今天来修行 还在 那个心情好不高兴 心情 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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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一种 情绪的 一种 一种力量 可是那时候 这个行人大师 讲这些话 我相信他讲得很重 那 那 底下的一些 法生 听在心里面 什么 也有他的难过 是不是 我就举例过 太区大师 为了改革 甚至连生命都 差点被人家在金山寺 差点被人家活活打死 虚应老和尚 为了佛教的中心主题 日本军衡 这个 用乱棍子把他打死 可是当人家在修理他的时候 又有谁 挺身而出 去挡他 去救他 大家看到 我刚才在讲的是 大家都先走 阿姨 都去得到的 都去得到的 虚应老和尚 他为了顾持 这个 主题 不惜生命 憾恶的佛教 太区大师的事 他们就是处于在那个 动荡的时代 看到佛教 这个 一些誓愿 这个 争夺的一个现况 那真的蛮痛心的 所以 这一本 缺化菩提心 是 喜南大师在 十二月初八 涅槃日 佛陀的涅槃日 在阿越王寺 这个 跟大众在法会的期间的一个宇宙行长的话 其实他讲完这一部 分点 大概也没多久时间他就养几了 因为他年纪轻轻的四十九岁就 就十八了 所以他 蛮 对佛教 蛮 蛮忠心的 蛮忠心的 而且谈出了 具具真言 具具真言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他说的事故 已因什么 断生死 所以一个这样的缘故才要有 断就是远离生死 你要再造生死业 你要再造生死业 因为这生死业一造 这很容易就起后颠倒 这什么叫造生死业 这有时候我们自己在造样 不知道那才叫可怜 尤其我们在佛法的修行 有时候我们自己在造生死业 还不自知 在进入景点里面 我一直有一句话 我一直在课堂上也曾经讲过好几次 就是有这么一个剧寿 他说的 我造生死业 皆从与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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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从与恋命 身边并听出 我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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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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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我一起行驾摘 Trade the convictions 我们小时候 大量就走小时候 葛伯先生这样 我的高校就平了 不够饭啦 大人就饭啦 fifa 他们不把出头上 在送递每天有范度 啦 这个好逃又有� threaten 就是坐下,三年轿了,十年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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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轿,十年轿。 我们就跟整人,虽然都不会太远,但是就说了,哇,这就没得了。 就问了,来,回来,我们有 Space,我们想问。 不合 不合 第三天不合就巴了 不合 我不看我有真正的 那你不合 你知道要吃嗎 我不知道 你知道要吃嗎 但是人家談這個過程的時候 那時候都不知道 可是怎麼樣 那時候頭髮過輕了 噴在吃的時候很開心 有時候照生死掉就自知了 不是說我們在道場的一個學習的過程裡面 有時候不自知的在照生死業 比如說我每天都在 我一直在強調有句話 你今天學佛歸三寶 不是在買一個護身符 不是我今天有拿個歸證 我今天有學佛 就保證護身符不做三個道了 學佛親近道場 絕對不是買一個保障 這不是那邊保障嗎 這觀念已經弄不動了 我完全沒事了 反正我有護詞啊 都只記得你在護詞 都忘了 你的罪障 你要真正的 很徹底的去剷除掉了 有些人可以來這個歸三寶 或存佛法 就好像買了一個保證 沒有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他絕對不是個保證 他反而是在告訴我們 你今天不痛恋生死 你就沒有辦法遠離生死 很簡單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不自知的造了生死業 就是那個正念和主就容易造生死業 廟年老了 一直有一句話 在生子環裡面 在環體生活修行裡面 要修行的第一個第一件功夫 他說基本功夫 不聽是非 要先學會不聽是非 第二個要學會不說是非 第三個功夫是怎樣 學會倆是非與我無關 要遠離是非 廟年老而上修行的三大要命 人家就問老而上 要遠離生死業 要怎麼生好 老而上 三個功夫 三個功夫 第一個功夫 你要先學會不聽是非 第二個學會不說是非 第三個 學到是非與我無關超越 挺挑戰很簡單 可是容易嗎 有得簡單 沒稍微感受到境界 同樣空間電腦 沒有啦 你中心嘛 我們這個 有改中心嘛 就是這個肥坎 都驚來來在聽 聽什麼好方法 我反而為自信 聽我們為自信 傾聽我們內心的聲音 要傾聽我們內心的聲音 叫做我們自信 不是往外去 很好的一個 修行的一個理念 這是 老而上的一個教堂 好 那我們再看 所以他說 自顧 應該這樣的緣故 應該要斷生死流 出愛遇害 處理這個愛 貪愛 貪愛欲望 要 自祂皆祭 是吧 這是自立地囊 彼岸 就是捏牌 親近 彼岸 彼岸 跨結 書虛 再此一舉 是為了馬法 不提心 所以第六個 八卜利星的第六因緣 所以這個痛念生死 我們要痛念生死 就是首先要先了解 到底生死在哪里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对生死这件事情 是如何去看办法的 生死它是一个生命的现象 经典里面提到的两点 一个是便利生死 一个是分断生死 便利生死它是我们的心念 分断生死它是我们一起的 我们一起的生命 我们要远离生死 就是这一期生命的结束 在下一期生命的重生 在哪一个地方 我们首先要先离婚离难 正念分明 所以从便利生死当中 要正念分明 所以正念分明是菩萨所求 唯有发大菩提心才能过去降服意念分配 在每一个刹那刹那的生死过程当中 觉醒 从而生命走到尽头的什么 依然之战 才不会觉得惶惶 才不会觉得惶惶 恐怖 惶恐怖 那么要表分断生死 分断生死当然在阿罗汉的进去 假如正见确立 正见义立 正见义立 正见确立之后 就不会怎么样 不受厚有 虽然出国 二国三国四国 这个境界 时间呢 有点差异性 但是呢 一个很肯定的 他们不会再怎么样 不会再受恶惶之苦 不会再受恶惶之苦 他只要因缘居足了就好 就完全的离遇了 但是呢 但是呢 他的习记 还是必须发大菩提心 才可以成就 还是必须发大菩提心 才能够成就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 要断生死流呢 就是这个分断生死 跟这个悦立生死呢 在生命的无常过程当中 怎么样 要了解 不备的呢 我们不受这个 生死无常的一个 一个情境之下 而迷失了 就是不要去迷失了 我们的道性 我们的道性 道性 那道性要坚固啊 道性的坚固呢 透过这个菩萨经里面 有一本经叫做什么 这个 念佛善命经 菩萨念佛善命经里面有提到 这个 让发菩提心啊 道性的坚固啊 它必须要有 大善知识的教导 而这善知识的教导呢 它很多会 它的操作方式 它的操作方式呢 觉得不会 像我们所想象的 那样的顺心如意 很多它会 以极为 什么 以极为严厉的 一个角度呢 去什么 去要求 可以 我常举例的这个 米瑞日巴 被它是不是这个 逆向操作 操作到不行 米瑞日巴 被它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所想出来的方法 都比不上米瑞日巴 被修理的过程 在中国佛教的祖师当中 六祖 在呵斥他的弟子 像 有一个叫法达 法达法 他说他读了法华经 读了三千篇 很不简单 法达法经送三千篇 我就叫你一天 就在上月 因为你做用心 啊你整天嘛 做用心的死去还算 一般 三千步 他不知道送了多久 那时候他去 碰到了六祖大使 看到六祖大使不认识 是长大他的模样 他一定不离的 连典礼都不会 幼稚大师就跟他讲 你这叫做法有悟性吗 幼稚大师甚至还骂他 你送了法华金 还不知道如何的用功办到 你是被法华所转还是在转法华 他当时才觉醒过来 一般讲的我们听到 有人送金 送法华金 三千户 然后再把蚵子打击 打击到那边 他有什么意思 但是他恰好碰到六祖大师 六祖大师半头半头 让他的三千户的法华金因此成卷 换成是我没有 哇 他想一件从他这一块 方便的角度 我今天扶持道长 我玩一千万耶 你是希望和尚怎么对待你 和尚对你的接待就像上宠的贵宾这样 还是希望和尚在你身上是用法在家里 如果在门的时候说 当然也要有法 这种如果在对待的时候 你怎么会这样 各位听众那东西 好 再举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例子 我们是荣家大师 荣家大师是一个开悟的圣者 他又名为疑朔诀 他就是一个在六祖大师的地方 又哭一枚了 也要挂他一枚了 他碰到六祖大师 他也哭一枚了 然后是按着问他 何为不作弥 生死无常 不时间把你颠累了 内容大概这样 他讲得很在你 我拿这个摆就要挂一枚 我又摆了 生死无常 不时间把你颠累了 那六祖大师就借着他的音笔 就在训斥他 若连生死无常在你心头是 连一个法的规则你都不懂 你说你法要不及 就跟六祖大师分辞 法就在他的威仪当中 威仪当中 法的规矩能够 上班吗 你说法律心 太不奥案了吧 这么被若主大师一喝制作 想达鬼了 然后在求若主的应声 所以每当看到这些经典的时候 我们内心里面都深深地感动到 祖师们要讲的话都是真话 有时候真话我们听不下去了 我们听不下去就起断他 法就没办法就起断了 要断生死之理了 我们都希望听的是真心话 我想像刚刚提到法达禅师 他送了三千度的法律经 他内心里面是多么奇妙的 六祖大师对大家的赞叹 他宣承一下 结果怎么样 没有被宣承就算了 被河南德修理了一半 让他真的法滑入心 这实在是哪 你比较痛得住 没办法 然后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都觉得 对对对对对应该就是要这样的 所以你把经典的那个人 化成是你现在的心境 你会希望是怎么样 容易吗 这就是你 正念 这就是正念 所以说主大师呢 一开始他碰到我的主 我主问他你来做什么 你在做不做啊 一开始他就从来没有被河南 从来就没有 当然他成佛做主啊 成佛做主就先 把他派去哪里 这臭甘 没有啊 而且都不理他 这样整发得多了 你们去看他也不看了 他真正还抄 真正还抄 连去看他都不要 连去理他都不要 但是真的是在成就他 到冰原厂的时候 在半夜间 敲养三下的洗澡 根气扣就过了两关 我主有说你根气扣你就听得懂 这三下在做什么 你听不懂 就讲到大方法也不知道 我们有时候 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残忽 有时候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善根 惠根不足啊 都理听万别啊 这个变气扣不俩 你说是自己的福德资良不足 因为福德资良不足才不容易碰到大善知识 重来碰到了大善知识 也难以怎样 接受法的需求 因为我们现在的佛教的状况来讲 真的 优良的精英分子绝对不是第一志愿在佛教出家 有大部分的第一志愿都是 做一些的 被探导的 所以我们现在佛教的精英分子很难吸收得到 在唐朝的十大呢 这个第一 第一顶尖的精英分子 第一志愿都是选出家 因为那时候出家要考试 那时候出家要考试 要背诵经理 经常进到背景 那么严重都要会 那经典都是要 要考过 还有什么升官制度 升的出家人 升的 那考试即可才可以出家 第一志愿是填出家人 我们现在到霸中密家去讲个佛法 他说你要来帮助人来 做慈善事业可以 但是你不要来我们修的佛法 我们现在在推动佛法上真的比疫情更加困难 更加困难 所以社会的青年分子 现在有少子的话 这个优秀的人才 想要在佛教里面 这个为众生付出 难得 就我所知道的历年来的学院里面所遭受到的学生 遭到七个都无分别 那三个无分别是 不够两个只好到这里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我自己这样 自己 在学生的一个入学考试的时候 我觉得根本很难 来了 不一定是建设人 你说 再继续隔三年五年十年 不知道这样是什么情况 早期在远方 十多年几的时候 几乎每一年都看到年轻的法师 一个一个出家 现在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 大家要出家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一些有出家的都是 一些问题没进去 只要倒地铁 把事院当安养院 那把事院当安养院 那在痛恋生死吗 现在我们如何让这个法入心 真的 这一点 老师我们要去思维一下 那 是不是讲这一段话 是要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痛恋生死 是要我们自为要求 了解这个无常法 你才真的可以提起心力去用谋 不然这个法还是 你都听一听 起不了作用 法就入不了心 法入不了心 你内心是空虚的 内心是空虚的 你用什么样的正念去解脱 恐怕是 没那么老人 所以内心必须是实在 就是法要入心 所以在这种大事的坐下的 法达禅师 法喊禅师 尤其他们神会和善 不是一代宗师 都是 六祖大事 你最 最好的方法 而且可以是说是很宁得的方法 要求起来 他们都很惨念 老儿在哪 六祖大事那时候对他们的 严厉的要求 所以想一想 你现在年轻人稍微严厉一下 除了 别人聚起来 别人把你带着 别人把你带着 所以精英分子能够在 寺院里面 常住下 以成为稀有难得 必须正好说的 稀有难得 不是只有我们所看到 这是各大寺院 都高级 真的是高级 真的是高级 稍微有点学识憨厉 讲得不够谦虚 又非常傲慢 这个 法能否入心 听起来 不是实际操作起来 这个 南上将来 南上将来 没有那么高级 没有那么高级 所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 长久以来的那个 难调难浮的个性 把它想起来 不想到就叛律 但是你学佛 你 我就是叛律 我就是这个 就是要改 没有理由 今天就是为法为改 必须要挑战 我不怪了 我自小的高级 我就是这叛循的 你要叫我改不可怜 那你永远都敢不了 你永远都成不了道 佛法叫你成不了器 法门的法器的那个器 你没有办法被雕塑 你要去脱脱 我一把柴 这把柴 丢起来 那把柴 丢起来 丢起来 所以他有看很严格的一个 反一个需求 我们自己就是 你需要自己是什么样的一块材料 大自然的境界 就如同工刀 一天天在雕刻着你 把你雕刻出 专严的 修行 不然就是被工刀给雕了 你那里里里里里 成不了器 我们历节以来的 整个的历业 考验就是 在给你雕刻 你那里里里的 你那里里里的 你那里里的 你那里里的 你那里的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就 还是取决你自己的态度 所以在这一段话 喜大大师讲的 要痛恋生死 我举这样的几个例子 是告诉我们 你真的是痛恋生死而来学活的吗 其实这已经讲到夸仆 已经讲到最后了 公告会 不过来的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台湾都在那里 轻轻地说 在那里面说得到 还蛮逼远的 喜大大师 到那时候就讲的 你现在不用说你等待 什么用法 就是他的道理 就是他的道理 我们会想看 我们来看到192月 192月的 第2段 这道理的第4行 你们看道理第4行 前面的 还没看吗 我们来看到191月这里 他说 云和尊重己灵 他为我献钱一心 直下与世交如来的第2位 他谈我们的心跟世尊的心系 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的 云和尊尊无量解以来 早已成成就觉得 而我的人啊 昏迷颠倒上座 既然我们跟佛的 佛性是一样的 为什么 佛已成佛 未成佛 那思法这个问题 那思法这个问题 既然都赶快来 是我们的 先好 我比先好 问题 最底下 这就是在思考 你能够自我反省吗 你能够自我检点吗 这 这喜难大师 其实他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读起好像觉得没什么 你给他 那个画面 你假如是 觉得是喜难大师在台上 讲这些话 你是在台下 那种法师 你听起来 你唱歌唱歌 就像我们上课的时候被老师训话 那种 以前在上课常常那个 被老师训话 还讨论的 当兵的时候这个连长 排长在精神讲话 都满好连的 什么阿兵哥 阿兵哥要像个阿兵哥 他让动作稍微来生一点 他就罢我们死老百姓 你是死老百姓才那个态度吗 你是阿兵哥 你是阿兵哥的 雄壮威武啊 怎么走路像个死老百姓 在这边罢了 可是我们听起来 直到自己的那 行为态度错了 没有像军人的样子 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 你修行人 到底有没有修行人的态度啊 既然我与佛一样 那何以佛一成果 何以成果 你成不成果 这 这方人 有时候在读这个时候 就想起来 那几个大师在台上 在为我们训话 我们在台下的那种发誓 听起来 成果 现在我们好像在读这个课 感觉没什么 讲得到 他不再讲得到 他是在 严格的 一个情况之下 在 为大众训名 佛以称佛 为什么我们称佛 既然都一样 就好比我们在当老师的 有时候跟学生讲 同样的 这样的三个为什么考试 考试出来的时候 你考一百分 一个考六十分的道理是什么 是我说的你听不懂 有时候我会说 那个俱乐学生 我偏偏都这样在讲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语言 我感觉 我感觉你听不懂 还是说 我对你又十两个 同样的内容 同样的时间 为什么他会考一百分 你就考六十分 我们听起来成不成对 不是那个道理 那就是用心不够啊 他可以考一百分 为什么你考六十 不然当初你听不懂 他马上提 你就是听懂啊 听懂为什么 境界还提不上来 那就是那种反省的意义 那种反省的意义 所以行人大圣 行人大圣 我不知道各位在座的 听起来感觉是什么 就我们 出教法师 听到这些话 就觉得 蛮汉眠的 这样黑一下 那我们 我们到底怎么用勾合 你今天会发而来的 那个力量在哪里 好我们来看一百九十页的这个 这个道手故事 他说凡夫之所以 昏迷天岛 除了不肯自信 具有佛性以外 除了他没有办法接受 他有成活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以外 还说到 其他的 如无常计常 无我计我 不敬即敬 缺热即热等等 也属于昏迷天岛 这是执着 总而言之 凡夫之所以 这个完美就是这条性 这条性质 执着太多了 执着我的感觉 执着我的感受 执着执着的太多 你就成不了佛 你看佛的经典 你有没有看到佛在批评哪一点 有没有看到佛批评 提波提波达多 反正还战散提波达多 这样瓦尽 提波达多 成绩是他的老区 我们想一想 所以我们再看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只有英文中所说的 以怨抱怯 以亲抱怨等等 同事昏迷颠倒 总之 凡夫的颠倒 不一而止 说不能进 功没有完 凡夫之所以 凡夫的条件 说不完 所有人 我们 如实能体认到 在生死成人中的苦楚 而对无恙劫 无恙劫以前 早已成活的佛陀 某夜梦为的时候 蒙心想一想 蒙心之路蒙心想一想 当会痛哭有替 尤其我们自己在送菩萨戒的时候 都会觉得 有时候 这佛这么样的悲心悲悦 这法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一直提不起力量 在送大圣经典的时候 尤其在读法 还读唯母结经的时候 都觉得 这么好的经典 我都什么听一听都忘了 半天醒过来的时候 蒙心之味 他就在续话 那我们再看 你说 忽明跌倒的凡夫 我但还没有成果 且被生死人 紧紧的 虚夫 不得解脱 无恙劫 无恙劫 不得解脱 那我们再说 那我们再说 就开始 这老师尊 释迦师尊 不得不得 不倒 这样吃喝 来实现人间 苦口婆心的为度后我们的说法 简单的说 佛与凡夫的曲名是在于故汉民 以内民 佛与凡夫的差别 佛与凡夫的差别 这一段痛恋生死 请他大师的这一些话 是讲的蛮贴切的 但是听起来 就以我们在下座者听起来 觉得这些起来 变小也来起 因为喜太大师那时候 在训练示众递者的时候 是蛮明显的 但是他可以说是那时候的 教界里面的 大家蛮钦佩的一位长者 所以他讲这些话 具有他的公信力 所以这一本《圈话不公信》 为什么会一直流传到现在 有他的代表性 有他的代表性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段 我们再看经文 他说 佛与佛丝尊 具有无量的神 还有智慧 功德庄严 而我等呢 则淡有无量的夜行 很多的夜报 还有烦恼 生死残腐 心性失意 一眉目添淹 啊 静言失之啊 岂不可辞 想一想 是不是觉得很残酷啊 他说呢 佛呢 以成佛了 而且是具有无量的智慧 神通功德的庄严 佛是以什么 以智慧庄严自己 那我们用什么来庄严 既无智慧 我们就是烦恼 贪生痴 展现出来 就是贪生痴的样子 佛所展现出来的 是这样 智慧的庄严 的方向感觉 这是一种反省啊 同样的具足佛性 一念觉为佛 而佛是用神通智慧庄严 而凡夫呢 还被反党的生殖 紧紧的绑住 啊 很苦 很苦 好 那我翻过来看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看到196位的 第二段这里 这一小段 可以读一下吗 他说 我们的心性啊 与佛原来是什么 是一样的 原来是一样的 佛是这样的一个自信 亲近性 和我们是什么 是这样的一个自信 也是一样的 自信 亲近性 可是呢 凡夫在你啊 如佛是在故 却有着什么 天焉之彼啊 凡夫之所以 为凡夫就在一个 迷之 是假的 在你啊 凡夫之所以 为凡夫就是迷 你 母明啊 愚痴生死啊 可是 自己在迷的时候 会不会说自己在迷啊 不会啊 那就是趁着喝酒 喝酒 喝酒 我喝酒 那他一看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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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头的 便宜找死了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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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醉醺醺 啊 你在 这也反复赞你啊 就如同啊 这个这个酒醉人啊 自己啊 醉醺醺啊 哭吱吱吱啊 你以为我们都是喜着的吗 你以为我们都真的都是觉醒的了吗 稳贱的 有时候跟我们很相应的 恰恰是跟烦恼是一样的 譬如说我们爱吃的 爱听的 爱玩的 刚好是跟烦恼是一样相应的 不喜欢听的 不喜欢吃的 刚好是怎么样 符合你觉悟的 可是怎么样 买哈 不容易的 像戒律 哪一条戒律是符合我们 每一条戒律都是在降服我们的烦恼 可是对欲戒众生来讲 都是我们最喜欢的 可是恰恰都被你限制出 比如说穿衣吃饭 吃饭怎么吃 他就 光接力里面光吃饭就几条规矩了 你看在我们身段里面 待过堂过堂 你吃饱了 大家还没吃饱了 就乖乖坐在那里 不可以你这样 跟我讲报 我就学习下桌 不可以 不行 不爱吃饱了 不会泡 很难吃 所以要说 吃饭慢慢吃在这袋 小心翰 坐在那里 所以我说 想吃这袋就上去 所以有些人都不耐烦的不堂 像我自己也是啊 刚才有出假的时候 от不堂 我们慢慢吃饭就很快 意味着 我会天天去喝大瓦的赵 哇 有人说 哇 有人说 哇 这起 我老爷在吃饭都快 吃饱了 吃饱了 好 结栽 可是万一你当长老已经当他独孤了 所以你就必须在那边抹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可是他们一直在训练 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 哎呦 假如他变成好 吃饱了 就现象 我们很开心 结果这堆烦恼都想你了 所以就是在那个违气的一个角度当中 增长滋味还是增长烦恼 要有绝的力量才能够 才能够清楚 比如说打坐 攀腿起来 嘿 脚啊 痛的要么 我们想换一下 放松一下 因为和尚就说 不准动 我们的灵魂心就想 老是哭了 听到微笑了 心里就会想一下 哎呦 听到微笑了 稍微要动一下 他就 用火的呢 不准动 心里就看了 脚没有力量 都没听了 心里就会叮咕 叮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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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那时候你有做事之后 不然我这个脚 一痛就放松 一痛就放开 永远相遇不了 还好就因为他这样了 一次两次恶阻了 我们的那个心散愣抓回来 我们的脚会盘腿了 会柔软了 心也静下来了 其实在那个过程的时候 内心是很不愉快的 可是过了之后 内心是很凄凉的 可是又几年可以知道 脑袋上的用心 脑袋上来讲说 我学会对你这样翻一下掃 我可以每天跟你们哈拉哈拉的 你们又对我恭恭敬敬的 你们有买什么好吃的 都会送给我 我为什么不做 我为什么要跟你这样 大声小声的吼领 还不是我们的倒夜吗 我说我都很怀疑那种生活 但是现在想要回到那个生活 对我来讲是一种奢求 对我现在 我现在很深的感受 这个奢求对我来讲 我也前不久跟老师们讲说 我想要再去读佛学 你说你满头的感觉 你满头的感觉 所以我说 我很想再去当个学生 前不久 刚刚有几位法兄弟来 我说不然 我们换个学校读一读好不好 我就试着打电话 试着问一下 老师说不收 累积超过 我笑了 累积超过 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了 这满怀的那种 有大三知识在呵斥 在鞭策着我们的那种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一旦失去了 没有人在鞭策着说 你别以为你自己玩 你没有人理你 你没有人理你 没有人在管你自己 其实你已经什么 人不在讲你 差不多要不忘记了 所以我一直在一起跟 在人家回想 我都不是老啊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碰到以前的师长 你都没什么说 是我没求啊 是怎样 人家在笑 不是没求啊 是也没需要再跟你告诉 对与错 是与非 你在这个程度上 你应该很清楚 为什么我们学佛语来 就是学一个明字 明就不明 不明是个明 对 不用明 凡复之所以凡复就是明 明就是贪婪自己的感觉 简单讲的那种 那种定境就是 贪婪自己的感觉就是明 以前我们那个蚕师 蚕蚕就像这样 那就是塞黑糖的糖 那塞到里面 还觉得那种香 这样凝固是超到不死 可是他落在其中 就是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们也看就是 这要远离啊 可是他就落在其中 就是我们在造生死业 甚至是要我们赶快远离 给人离他 你光光这么多 你可不可以 就是你啊 贪婪于自己的感觉 就是你 就是我们必须要跳脱的原因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上次次的编册 就是那种 有人买呢 看呀 有人买呢 看呀 有人买呢 尤其身为弟子 问的时候 都没有人是要说的 还是要说的 你别远远 你很高兴 你看人 都没有人买我 我没有人买我 都没有人买我 我太智了 因为我好像什么都懂 其实 那是灯耍红吹的 但顾仔也按了 其实 假如你想到那种 内心的那种情间 那是 蛮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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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醒来大士 他 他谈的这一些话 其实蛮 我觉得蛮符合 我们现在台湾教界的一个 一个环境的情况 蛮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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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些和尚 一些年轻出教 你跟他讲 开始 他在玩他的iPad 我过滑天 他现在比地头主还像地头主 根本就 就没有办法 真心的 什么样 彼此之间 没有办法真诚的相对待 这个法绝对没有办法入信 一个法郎佛入信 就是他的真诚心 真诚心相呼应 法就入信 真诚心 没有办法相呼应 那法自然就原理 没办法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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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以前的 塞尼大师一直导致 他坐下身边的学生弟子 都是学生父王 那种 那种师生之间的情理 是非常浓郁的 非常浓厚的 现在是很办法的 是大关系 很想是 自己 有没有举行的原因 像我们跟我们的师长 跟那些长长们 互动的都还 还算 还算 还算不错 这就是 那种忠诚对待的时候 你那个法 就很浓舍 射手 就是那个道理 就是那个阴景 好 所以我们来看 他说 凡夫之所以凡夫 就是一个谜子 诸佛之所以为佛 不在一个 物之 所以请这么一点点的 差异 致使佛与我们 好像相隔甚远 如果静静的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感到很残坤 所以他一切之骨 竟然怎么样 静静插在这 他说 假如稍微有点血性的人 一想到佛与成正觉 并具足三等 哪三等知道 法身啊 波瑞啊 还有呢 解脱 你拒足三等 而自己的 还在论为中 拒足三等 人家是拒足三等 我们是拒足三等 那我就听到 你把这的人 真的 我们拿三等 我们的业障 我们的病障 我们的罪障 我们的暴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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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善障烦恼 人家是善乐巨主 哎呦 我的天啊 那个是 残客残客 就是这个道理 各位 世间羞耻之事啊 更有什么 过于迟的呢 世间再怎么样 感到不好意思 以后 这个还更加羞耻的了吗 这个讲的话 很严厉 有时候 有时候读这一些 就觉得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震撼 震撼教育 是以身而为人 应该自尊自重 不应该的那样 自暴自弃 如果自暴自弃 自干堕落 或者缺乏自拔的 这种相伤心 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不管你的理由 是什么理由 都不能如意的那 原谅 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 你不想决入 你不想解脱 你还在沉迷于生死 但是 他说不如意原谅 因为我们本有解脱之分 本人具有的佛性 能本尊重己灵的方生去做 总有的嘛 超过人 你只要秉持着那种 所谓的 自尊自重 所谓的那种 为法而来的那种精神 总有一天最多的惩戒 就是 就像 周历盘后 虽然 必能喊喊 但是必能喊喊 虽然虽然喊喊 但是必能喊喊 虽然或许 我们数世以来的善根 比较不足 但是我肯定 至少我在这一生 我可以先把握我自己 我可以要求我自己用过 所以世间的这个灵魂力量 什么权力地位 对一个修行责任 他真的就是一个盘外界 有什么好眷恋的 生死未了 今天不是因为你做大坏 做大官 就代表解脱 不是论地位 不是以地位来论成就 不是以地位论成就 也不是以这个所谓的 世间所说的这个 这个 家财万贯 这个所谓的财富来论成就 而是智慧的庄业 智慧才是凸显出一个行者应有的那种方言 所谓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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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这一段文化 这个讲的讲的蛮在的 你想一想 凡夫之所有的凡夫就是 迷 我们到底在迷什么 你看那个小孩子 你迷上电动环境 你来说 万哥打了 以前说我都知道 我都很早可能 很早可能是凌晨两点 很早 有没有很早 迷啊 以后他不要再玩了 他也知道 可是一成名的时候 你说什么 无法自拔 所以我常跟我们的一些学生讲 你假如在玩电脑 那种精神的 换成打坐的余佛 那你也不改团 那佛法就是假的 你都照顾认真了 还不解脱 你但是你那么认真 就如同你在玩电脑玩群 你这么认真在玩 你打过了 你都像这样 这么认真 照理为 应该都很有成就 你看 你看打过去 一天过不了关 第二天第三天 你就想过了两关 你假如像打着那种精神 我今天过不了出关 我就非得再三天就过了两关 还这么惊喜 那众生就容易 跟繁荣相应 可是你要跟解脱相应 那这他就 就困难重重 为什么 因为那种繁荣就如同 你身上的皮啊 身上的肉啊 你帮帮他把他 撕掉 当然你都不舍 但是你这样 没有办法 跳过这一点 那你就被绑住 欺负住了 要跳过就必须真的要 有那种 大勇猛性 大勇猛性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经文 他说 譬如 我们家宝珠 莫在于你 世同丸 不家 就像摩尼宝珠 被这个烂尾巴被盖住了 你也怎么样 你看不清楚了 你也不家人 会爱其他 不会再去爱其他 所以 世故 以因你的那 无量善法 以无量的善法 来对治烦恼 所以我们也知道烦恼就是要 修一切善法来对治 所以修得有功 则信得哪 方向 我们修行的功夫 修得就是我们修行的那种功夫 很认真的 你那个自然那个佛性自然就显现出来 修得方向 如珠 被冠 悬在高潮 动达光明 印尝一切 可谓不孤佛化 不负己 是为发谱敌心 一切音言 发谱敌心 一切音言 是我们这个摩尼宝珠我们的心 是佛性 佛性的彰显 我们看他这里所谈到 那种瓜以上所说的人 既是人人本具有的佛性 事故来我们现在做人 又遇到佛法 应该要以无量的善法 去对治一切的烦恼 这句话讲得很好 用无量的善法 去对治一切的烦恼 所以不管任何的烦恼来的 你就是用善法去对治它 所以发心修学佛法 首先唯一的课题 就是要对治烦恼 你的烦恼一天一天的减少 还是一天一天增加 就像不会的那种烂泥巴 假如不远离它 你就陷在淤泥当中 不得知吧 越陷越深 烦恼 假如你没有想要远离它 你就越陷越深 就像在淡泥巴 你踩在淡泥巴 你不赶快跳脱 你就在那边 一直踩一直踩 每天都要踩那个淡泥巴 只会越陷越深 跳不出来 你跳不出来 所以不要一直环绕 在你的烦恼的思维 架后里面 你必须要跳脱 必须要跳脱 像其实 有时候 跟一些老人家在谈 老人家常常 他对他一些 年轻实话 小说事情 他都记得很清楚 可是他 越接近的事情 他越容易忘记 就是这个结果 都说贵贵 他这个路过精神 他就是被过去的烦恼给绑住 就我们有看过了 祖师大德人的修行 他们也很少在讲 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都一直在讲 现在如何 让内心轻静之载 不会再怀到 在过去的那种的阴影之下 或者过去的环境之下 所以你想一人 健康 看过去的那种很呆滯 烦恼是很重的 心气是很深的 所以人 那什么地方 健康看过去 其实是在 他是一直在退化 因为最近的事情 刚发生过的事情 就很容易就忘记了 不寻常 他本人是不寻常 代表我们那个练力 智慧的练力 是很切缺的 那换人之假如你有在打坐 你有在用功 尤其是在打坐的人 在这方面应该是比较容易可以想过的人 过去的事情他反而很容易忘记 他不会记得那么清楚 反而在他现阶段 他的烦恼他会更加的 所以用他的定义去想 然后反而成就调伏 所以打坐是一个用功者 是必须去训练的 不管你是修净土的 修禅宗的 修天台宗的 打坐的 禅修是基本的功夫 你没有稍微的禅定的力量 你反而来 你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抵挡 就好比你没有做的蹄房啊 大水来了 你认为大水就是这个灾难怎么样 埋磨着我们 我们已经都把蹄房都架构好了 重来下大雨 也影响不了我们的生活 就你同意的常病 定义功夫够了 重来烦恼现前 你依然自在 不受人家 然后再用智慧去照破我们 这就是基础 你要一定要先做好准备 要下大雨 再来做铁楼 水泡 再来做铁楼 平常就是做好准备 因为它电力就够了嘛 重来下大雨 这个水也是被你知道 引导到大雨 那就是基础 难道你再用你的知恶去照破我们 必须这样来的 所以它说呢 因为众生 所以在生死的流转中 是由业力的牵引 而成为业力的亏损 只是不断的捣乱和烦恼 假如能够消灭烦恼的捣乱 就可以不再造作有关业 所以没有流转业的这种推动 自然就不会去感受生死的苦 所以古德文句话讲得非常好 这个虚言消 古样啊 切捕则行用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虚言消灭烦恼 切磨造行用 就啊以前我听起来觉得没什么 我觉得就是这样 但是你慢慢的在学佛的一个音源之下 你慢慢去体会 他说 你有没有做虚言消灭烦恼 要怎么大大地区你知道吗 一个境界线前 一个夜感线前 你真的用智慧去消灭烦恼 还是在夜的流转之下又在造心烦 一个音源的剧主之下又在造心烦恼 还是真的消灭烦恼 所以无量的善法呢 广为延真呢就是什么 八万四千法门 所以用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烦恼 简陋延真呢就是菩萨所修的佛罗命 所以将这个所修到的完满的程度呢 就可以等那一切繁衡都对治无疑 所以六波罗命当中呢 都以故事破罗命了 我一想 你真的能舍才不会成就啊 你舍掉了很多 所以要破罗命了 破罗子了 就是要懂个蛇 要舍 这个蛇呢 除了我们这个慈善妇失的这种 物精的蛇以外呢 很多的蛇是自己的贪感性的死 要能说蛇 那我们再翻过来看 好 我们看一百九十八百 修得有功能 则信德方显 是怎么办 谈着明信 是什么意思 信修恶德 信德跟修德 信德呢 是指我们佛性中本质具足的功能 意思是所谓的天然的信德 许多的那种珍藏大乘经典都曾说到 众生具有如来 如来藏性就是佛性 而如来藏性中呢 又具有恒河沙的功能 是与众生本性中的天然的 具有一切功能 为这本具的天然性格呢 从无学以来呢 不曾显现 其所以呢 为了显现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呢 为了做修德的功能 这是要好好去用功 所以修德 修德的功能过来 这个信徒方显动 所以修德就是什么呢 由修一切善法所成就的功能 信德是什么呢 是修德的 修德的不同 这是什么呢 前者是什么 本有的 或者是什么 是熏修而来的 是熏修而来的 但是这个谈同一件事情 这个稍微解释一下 非常好 很高 好 我们的信德是本具的佛性 不管我们在生死 不管多久的时间 这个信德 我们这个本具的佛性 一直都存在 不会有真减的 不真不解 也不生不灭 那一路来到这个世界 有种种的一个烦恼欲改的 就如同摩尼宝珠 摩尼宝珠被盖住 这个是我们的佛性来谈的 那现在修一切善 而修一切善 就是要把这些去除掉 把这些烦恼去除掉 让我们的佛性当神热爱 所以修德 就是要将我们的信德 怎么样 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修德 是我们修一切善法 我们有时候善法还没有成就 哎呀 你整个人有责心的感觉 那就不应该了 修德 修德是修行 现在人家修一切善法的功能 信德是本具的 所以修一切善法成就之后 才是我们的信德 佛性的 怎么样 全部的成全 这样这样应该可以提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的功夫是什么 我们修德的力量 修一切善法 修一切善法 一定要加行用功 只有加行用功 不断的加行的要求自我 怎么样 在修德上的一个承受 佛性才能够凸显 不然我们这个佛性 本具的佛性被我们的 素 这个累积以来的烦恼 这个烦恼给盖住了 这个盖住呢 就是我们八万四千烦恼 如果透过修行的力量 才把这个烦恼拿掉 我们的佛性的才能够凸显出来 才能够章成出来 是这样一个道理 是这样一个道理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段 他说呢 云和畅悟业障 一百九十九二百正的经理 为什么要畅悟业障呢 经理所说的 犯一切吉我 吉我就是轻罪 犯一切吉我如是天 是天王瘦的五百岁的 作为命中 吉我小罪人的善后辞到 何况重罪人的其霸难言 所以为什么要畅悟 虽然小罪 小罪人呢 累贩 累贩沉重 所以换 对修一切善法的一个应用过程当中的呢 就是以畅悟法 我们不断 会自我惭愧 想要怎么样 这个家行用功呢 那这个罪障业障 怎么样 找这个小罪 我想这个 这个刹的业障 已经以前了 已经不会谈很多了 我们来看这里一小段 谈到还不错了 我们来看到 两百零业这里 两百零业倒数第二 他说业障 是什么 人人都聚合的 就是来到这个 业感的时间 人人本聚合的 这种业障 是比较轻比较重啊 来到沙伯 业不重不生沙伯 业不重不生沙伯 虽然业是怎么需要加义的 参业的 所以云和业障是归的 是这个问题 是在告诉我 不要你不要怕有业障 你也不会怕人家指向业障重 以前的这个 刚初学的时候 就是去寝室老师 老师 为什么我送过金的打河顺 业障回 他说 他说 宋国金希望你教我个方法 所以我说 和尚啊 宋国金 奇怪 宋国金就想打河顺 他就敲我 参业 参业 慢慢的慢慢的才真的体会到 真的 要修行有障碍 得爱感觉就看 啃气味道 有些人修行障碍很大 障碍很大 有些是自己累积的障碍 有些是什么 是自己障碍自己的障碍 就是内心的烦恼 所以 参业障的社会 反正是什么 必须去面对 这不是一件 可笑的事 而是什么 必须去面对承担 然后怎么样 参与亲近的事 那我们来看他说 所以 他这里有谈一个故事 这个 这个 不多谈了 这个我们 不用 各位各位去看 我就举这个 这个参与一站 阿泽世王 阿泽世王各位听过了 他可以说是当时的 睡着魔王 那你爸爸都要修理 你妈妈都 你爸爸都要把他害死 爸爸要害死 妈妈要把他软禁了 可别说是泛民最很重 而且又结合了各寂寞大宗 他罪都这么重 在佛陀这个时代 佛还可以接受他的参与 后来阿泽世王也去位向善 也因为参与的因缘 后来也 发心绝火 去位向善 然后参与一张亲近之后 也成为一个亲近的佛弟子 阿泽世王 那很了不起的 磨灯结理也是啊 他反而还比阿泽世王还早开悟 所以在佛法的一个 虚修的一个运营过程当中 我们才可以了解到 这个佛呢 讲了那么多稍稍 还是给我一个 这个无人啊 很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现在有说很多的因缘 也怕我成村真的很难 多修参与 因为我刚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就要我去拜八十八佛 每天拜 每天要拜 早晚拜 拜八十八佛要拜 这个大佩咒 聚礼拜 每天就要拜 那时候还读书要拜 那又反正你就拜 那并且具足了 才出家的那种表解 那所以这个有时候很多一些长老们 他有他们的一套的一套教育方式 我想寻找长老的智慧来 做一个修行的方法 应该是比较妥当的 比较妥当 那喜丹大师他讲的这一段话 要我们发不敌心 痛恨生死的发不敌心 要我们 要我们觉醒了解到我们的 细德本聚 但是我们修的功夫不够 那修的功夫不够 也要修一些善法的根本的 第一个条件就是参与一丈 所以唯有能把 业障消除 智慧才能够得蛮成就的 好 我们今天就去谈到这一段 我们还有几堂课可以把这个讲完了 好 我们回向 请喝吧 耶利子功德 耶利子功德 孤基于一切 孤基于一切 宪聚众生 佛得以众生 是阅光神佛大 祖光神佛大 谢谢大家